我的天 这个里脊肉看着也太香了吧 厦门网红里脊肉 没吃过 点进去看一下 它这个里脊肉是这种白白的 我们这边的里脊肉一般都是那种红颜色的 这个里脊肉据说在厦门非常的火 吃都吃了 来个100块拿拿喂 这里有个里脊肉创9创的 40块 麻辣喂的 貌似只有这两种口味 OK 加起来一共点了22创 103块 结算 用完红包正好100块 回来了 100块钱看着不算多啊 一共是分了三袋子 全部拿出来 看着挺香啊 原来它的里脊肉是这样的 估计是没有腌制过 直接砸粉的 所以那么白 老规矩 先来撑个重 706.5克 就算它一斤棒吧 100块钱买到了一斤棒的肉 不对不对 还有签子呢 我估摸着可能也就一斤左右 所以说还是小吃的毛利率高啊 像炒菜的话 装这么多太难了 来 粉丝先吃 口感非常嫩 本来以为这个肉很筋道 实际上并没有 并不是很辣 有谁知道这个肉创是怎么做的 我感觉要是油炸的话 应该没有这么嫩才对啊 水煮的话又没有这么好的味道 一个字 绝 怪不得在厦门这么活 吃这个就像吃那种大片的辣椒炒肉一样 实测这个还是挺耐吃的 吃了半天就吃了四串 我估摸着吃个十串也就吃饱了 现在我慢慢吃吧 味道还是相当不错的 口感很嫩 而且有那种大口吃肉的感觉 就是性价比真心不高 五块钱一串 个人感觉它就算卖个十块钱三串 也不会亏本 伤心吧